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今天1800的神魔特別報告 那這個東西呢 是大家之前很關心的 就是關於這個卡夾 卡夾改動的部分 抽卡方式改動 那大家今天就是有詳細的 做這個說明 但我覺得也沒有很詳細 我是覺得這個搞得那麼複雜 很智障 簡單來講一下官方怎麼回覆 大改版更新後的自家獨立系列卡夾安排 不適用於更新前已推出的 獨立卡夾系列 所以就是從那個他們說的這個版本 這個改版之後 才會換成這樣子 那之前推出的比如說魔法格之前的 就不是這樣子用 不是這樣子出 那首先第一點 更新後開放的自家獨立卡夾系列 包括這個大獎一張 二獎一張 這邊注意到他這邊說 總共只有兩張大獎 其他的話一般卡片十張 那這一般卡片十張裡面呢 照理來說小獎應該是五張 然後另外五張可能是上一期的 五張小獎這樣子 等一下用圖 用圖獎會比較簡單 然後之後每三星期加入新的大獎 二獎各一張 也就是說他改版呢 縮短成這個三星期會 出一次新的大獎二獎 但是出一次就是只有兩張 以前我們是三大獎嘛 那他以後就是變成兩大獎 只是變成三個禮拜 三個禮拜會更新一次這樣子 然後加入卡片和遺囑卡片的時間 都可能按活動安排而有所調整 等下看圖 那往後的版本呢 更新間距不會像以前一樣 固定六星期一次 而且因為這活動還有系統 需要去安排版本更新 反正超級複雜 跟智障一樣 不知道哪個智障企劃 累計補底設定亦有變更 同一個卡甲中 每一期的補底次數 將會繼承到下一期活動 那邊下面會舉例 與每一期的首次補底中 都能獲得聖音藥福 那這種東西 我覺得它這個改動 是比較受益 中小課可能比較受益 那對於大課來說 就不是好事 那這邊這個例子 簡單解釋一下 如果你在第一期活動 每20次抽卡 補底獲得活動A大獎這個活動 你抽12次你就停止抽卡 你可能就抽到大獎了 大獎機率一趴嘛 你抽到了 那你就停了 你沒有抽到保底 接下來你第一期活動結束 換第二期就是三個禮拜後 換第二期開始的時候 你抽個8抽 因為20-12-8 就是有點像我們現在35抽保底 有時候你抽到30抽 你差5抽保底 大概這個概念 只是你20抽 你前面抽12次 剩8次保底 它直接帶到第二期活動 你抽8次 就可以直接保底拿到第二期大獎 跟聖音藥福 但是這樣的話 你在第一期是拿不到聖音藥福的 因為你已經提早 12抽你可能就拿到大獎了 你就停了 然後再來呢 第二期就是直接繼承 這個剩餘的保底這樣子 然後 同一個卡夾中 即使活動 奇數 中途 轉換 補底的這個魔法石封印事數 不會重置 反正它以後就是剩下 一個這個卡夾 看起來以前我們是獨立抽卡機 魔法格 神魔神判 還是什麼 帶有規條 我們是獨立一個抽卡機出來 那現在的話 就是變成 都共用一個獨立系列卡卡抽卡機 這樣子 只是會一直放新的進去 然後 舊的會 剔除掉 比較舊以前的 會剔除掉 但是你 你如果說近期內的 都有機率會抽到 大概是這個 概念 我剛剛也是研究了很久 還問了嘎明 才搞懂 這個到底是殺小 完全 不知道幹嘛搞那麼複雜 我覺得他搞那麼複雜 就是 真的是 真的是 很不好啊 我覺得 簡單一點嘛 對不對 那他們做出以上改動 相信對於大部分的召喚師來說 尤其新手級回報玩家 都更容易 以有限資源獲得強度足以通關的隊伍 他這邊是知善文 我覺得他少了一個下文 而對於這個每一個版本 都抽好抽滿的玩家來說 就是變成要多花石頭了 因為我們一個版本 比如說六個禮拜改版 175顆 解決嘛 但他三個禮拜來說 20抽 就是 100顆 100顆的話 變成兩倍 六個禮拜 就是 比照以前的話 就是乘以2 就是200顆石頭 就是 比以前還要多花更多 因為像我們實況什麼的 一定是超好抽滿的 還有一些遊玩 可能也是每次都超好抽滿的 更不用說要抽什麼複製人 好 那但是對於中小科玩家來說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抽的那個版本 去抽 然後你不想抽也可以留著 等到下一期 保底繼續繼承 當你想抽的時候再抽這樣子 這個 然後有機會對於回過玩家 新手玩家來說 有機會抽到以前 近期版本的卡片 不會說 那個版本過了就抽不到了這樣子 對他們來說可能比較好啦 但對我們來說的話 我們每個版本都直接抽滿 就沒有影響啦 只是這個改動比較大 就是 從三大獎變成兩張大獎這樣子 然後再來一個重點就是 合作卡甲比照 是否比照這個相關的改動 就是上面講的這個 第一期第二期這種東西 那團隊上會確定大改版之後的 合作卡甲活動方式 因為每個作品的角色數量 連內容不一 這個東西 會不會有透露到說 鬼滅有可能不是三大獎 四大獎嗎 有可能嗎 也不知道 然後 就是這種東西感覺是 有可能會改動的 畢竟他們都已經把三大獎 改成兩大獎了嘛 對不對 亦需要跟版權方協商 所以團隊未能肯定這方面的轉變 那股幣卡甲 及黑金卡甲等限定活動 他們說這個東西是不會改變的 也就是說股幣一樣 就是你可能抽 十連抽 可以拿到 一百股幣 就可以去股幣抽一抽這樣子 那黑金卡甲看起來一樣是40抽 大卡池 就是 就是那個 海底撈月這樣子 大卡池就是 花糞池這樣子 這個也是沒變的 那再來素材及背包相關設定的更新時間 這個東西大家應該比較沒有那麼在乎 大家在乎的應該是這個抽卡方式 所以這個素材背包相關設定 19.7版本實裝 2月22日更新 這邊就大家自己看 這個我覺得 不是那麼重要 好 那我們這邊用圖來看一下 圖看一下可能比較 清楚一點 來 這邊的話就是說 它就是變成兩張大獎 以後就是變這樣子 一張大獎 一張兩張大獎 然後 這因為是新的一個系統 所以 可能還沒有上一期 因為像魔法格什麼 那是以前的 就不會比到這樣子 這邊只是示意圖而已 那這邊的話就是 以往大獎跟以往二獎這邊 就是先放一樣的這樣子 然後小獎 變成說 兩個版本的小獎都會塞在裡面 可能就是當期小獎 跟上一個版本的小獎 看起來應該是這樣子 它只是示意圖 那這邊的話不知道怎麼弄 反正小獎的話一樣是90% 大獎的部分機率一樣不變 1%跟4.5% 只是少了一張大獎了嘛 那少了那一張大獎 4.5%就會變成 上一個版本的大獎跟二獎 好那 第一期看了之後 我們看到第二期 就會比較清楚一點 我一開始會 第二期的話 變成另外兩張不同的大獎了嘛 那上一期的兩張大獎呢 就會放到這個 以往大獎跟以往二獎這裡 那兩個加起來的機率呢 一樣是4.5% 只是說上一期的大獎機率變更低了 從1%變成0.5% 但是還是有機會撈到 那另外兩張 這個當期版本的大獎的話 機率是不變的 一樣是1%跟4.5% 這樣子 然後再來 到下一期的時候呢 到下一期的時候 上面兩張大獎 就跑到右邊去了 然後就多出兩張新的大獎嘛 那機率一樣不變 只是變成說這邊 右邊這邊 變得更多張了 那這邊是說0.54%嘛 所以這邊應該機率也會瓜分掉啦 就是說 你可以選擇你想要哪一期去抽 比如說你這一期你想要略過 你可以 比如說你第一期抽了12張 就抽到倉壁了 那你剩下8抽保底嘛 你可以留到下一期 下一期你不喜歡 你可以不要抽 再等到第三期 你抽8抽 保底直接拿到弄所思 大概是這個概念 那當然對我們來說就是每一期都要抽好抽滿 那再來齁 來到第四期齁 出了兩張新卡 然後上一期的兩張舊卡 舊大獎 就再跑到這個第二個位置齁 一起 佔用這個 4.5%的機率 這就是有4.5%的機率 抽到 前三個版本的 大獎 這樣子 那當期版本的話 一樣是1%加4.5% 大概是這樣子 那小獎的部分呢 看起來 應該是當期版本 跟上一期版本 各 各五張這樣子 反正小獎就是佔90%的機率啦 也是很高的機率抽到垃圾這樣子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張齁 那這張的話呢 他是隨著新角色增加呢 呃 最舊的角色會逐步被剔除齁 剛剛有講到吧 怎麼不可能這個第二個位置 這個 上期大獎 上期二獎的位置 無限的一直增加下去嘛 對不對 所以他到 他可能會這樣子齁 就是 比較舊的版本呢 就會從 卡池中移除 但是近期的大獎呢 都還是有機會拿到 對於回顧玩家來說 比較友善一點啦 讓他有比較的機會拿到 之前他們 可能 剛好 插身而過的那個版本大獎齁 然後又很強的話 比如說 英格力 他就有機會再撈到這樣子 好 這個大概是這個意思齁 然後之後齁 還會再放進去 新大獎 新二獎齁齁 這個 新大獎 新二獎 到時候放進去 然後移除舊的這樣子 這樣應該很清楚了齁 然後再來齁 抽卡Up幾率 當然齁 這個讀ла卡加的系列也是會有抽卡加倍嘛 那加倍的話一樣是從1%變2% 然後4.5%變9% 這樣子 然後以往的大獎呢 這個二獎他就不會加倍 不會去佔卡池機率 反正可以把這個大獎二獎跟這個以往大獎以往二獎 這兩邊是分開來的 然後小獎的機率壓縮降低 小獎機率提升到這個大獎 當期大獎跟當期二獎的機率裡面 以往的這個不影響 大概是這樣子 好 我們看下一張 好 這邊的話也是講到說 有些人比較關心的這個聖音藥符交換的機制 那他保底就是20抽可以拿到聖音藥符 以前是35抽這樣子 然後他這個聖音藥符的話變成說 可以交換 這交換的話因為是有一個雙向箭頭 所以代表說你可以用以前 譬如說上一期大獎跑到這邊來了 那你如果說你抽第二期 你又抽到上一期大獎恩利兒 這邊是假設 那你可以拿恩利兒 但換這一期的二獎 換上一期的二獎恩利兒 換這一期的二獎 這個南娜 那大獎的話就是要嘛就是賽到1% 要嘛就是只能保底拿到這樣子 那二獎交換的話你可以用上一期的換 那像這邊的話第三期的話呢 就是你可以用這個上一期的南娜 換這個蘇英 或者說你可能這一期再加入 你可以這一期抽到蘇英 你想要拿上一期的二獎南娜 你可以用蘇英去換南娜 但是不能換恩利兒 只能換上一期的 看起來是這樣子 希望我沒有理解錯誤 看起來是這樣子 然後再來來到第四期 一樣齁 這個紅愛 假設啦 假設這個當期二獎是紅愛 你去交換的話 只能換上一期的二獎 蘇英 你就不能換南娜 不能換恩利兒 也不能換1%大獎 1%大獎就是只能 就是這邊 1%抽到 不然就是保底拿到 不然就是這個齁 賽這個0.5%機率 然後當1%大獎越來越多的時候 機率就越來越低 但是還是有機會撈到 大概是這樣 我覺得對新手 對回國玩家 對武科玩家 對小科玩家來說 石頭更好存一點啦 然後再來 恩 聖藥符也更容易取得嘛 然後 對於 課金玩家來說 可能比較不好啦 那 大概就這樣子 解說完了 只是我覺得他做的這麼難 難以理解真的是 很瞎 好啦大家可以在下面留下你的看法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看你們覺得 這個改動對大家 來說是好還是壞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了 各位掰掰